他们最能玩的时候我玩不动了 这就不好 我觉得可能这辈子对我来说 最最重要的一个职业就是父亲 是我最看重的 不能说职业吧 身份吧 对于胡歌个人是由衷佩服的 他的颜值演技都是公认的优秀 不仅如此 他的修养也是有口皆碑的 2005年一部《新建旗下传》横空出世 掀起了仙侠剧日潮 这部戏呢是一部良心制作 男主大胆启用了还是个新人的胡歌 而给他作配的全是十六派演员 当时的小鲜肉还不是个贬义词 大家也很喜欢胡歌 彭与燕这种类型的男神呢 认为他们给国内娱乐圈 带来很多新鲜的元素 当时的刘雨菲和胡歌 正处于最美好的年华 一手一足让人赏心悦目 尤其是胡歌 他的古装扮相让人惊艳 所以坊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无胡歌不仙剑 当年胡歌凭借着系列仙剑剧 爆红后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虽然他这几年很少拍戏吧 但他古装男神的地位啊 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撼动的 胡歌身上有着一种 忧郁王子的气质 似乎总是自带贵气 他总是能把个人气质 与剧中的人物完美结合 塑造出极具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 从仙剑年初的小姚哥哥 到狼牙榜年后期的梅 他成功的从一个偶像演员 转型为一个厉害的演员 相信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贡献 一开始仙剑让他一炮走红 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然后他的资源源源不断 我以为他会顺利走上演员之路 后来一场车祸改变了他 在车祸中呢 因为他的助手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休息 而选择换了个位置 他在车祸发生后去世了 这让狐哥感到很愧疚 后来他不时看望失去了女儿的老人 以助手的名义参加了许多公益活动 因为这次车祸他改变了很多 学会了对生活的深入思考 让人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了更多的平静 这两年我才能正常地和他的家人交流 以前我都不敢 我建了一所学校在云南的昭通 是我当时写了一本书 就是车祸之后 然后是用那本书挣的钱捐的那所学校 然后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在娱乐圈人们看到的是 演员一旦离开一段时间 就会让人觉得回国很奇怪 但呼哥不一样 每次回来都会让人觉得 他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吃货后他因为治疗而离开屏幕很久 但回来后呢 他的狼牙榜让他得到无数赞誉 由此可见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品质和作品 尽管他的外表很帅 作品也让人十分热爱的 其实郭静是大智若鱼 郭静身上最可贵的是 他的侠 胸怀天下奉献自己 我觉得我现阶段比较像令狐冲 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挣脱一种束缚 希望我有这种可能 从令狐冲变成郭静 作为一个明星 他的私生活 尤其是感情生活 总是被人关注 胡哥也不例外咯 有一次记者问他 娱乐圈里最想娶谁 他毫不犹豫的说了三个字 彭雨燕 听到这个名字 全场观众都坐了起来 虽说两个人如今都不怎么接戏啊 但他们在圈内的地位和粉丝 可不是一些小鲜肉能比得了的 听到彭雨燕的名字 自然是激动的坐不住了 但话说回来了 我想胡哥至今单身的原因 还是因为薛嘉宁 曾经有一篇报道是这样说的 薛嘉宁走过的地方 胡哥都要走一遍 是啊 如果当初他们没有分手 现在会不会也是幸福的一对呢 世上没有后悔要咯 胡哥告诉我们 遇见心爱的人 就要牢牢把握住 一旦失去了 可能就是永远 希望胡哥也能自信的 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相信这是很多观众 对他的期望 那么观众朋友们怎么看呢 就会让我们来看呢 就会让我们来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